文杰律师连线 民进党基隆新竹立委参选人 郑文庭林志杰共同召开记者会 炮口对准国民党立委参选人林沛祥 民进党如果想要跟美国走太近 那恐怕很容易遭到美国舍弃 挑拨台美的关系 他在地方上到处的宣扬 自己是留美博士 你这不是价值混淆 你这是什么 直指林沛祥打着留美博士学历 拉拢选民支持 多次抛出以美论和中国友好 到中国来参加海峡论坛 中共的军机军舰 持续的在台海造成危机 企图把统战的论述引入台湾 中平社十月底的报道 林沛祥立促基隆举办双城论坛 也分享自己过去担任基隆副议长 参与中国海峡论坛 但强调会中不谈政治 遭绿营指控后 林沛祥也反呛 参加一次海峡论坛 就被指舔共 那自己留学美国超过五年 按民进党候选人的逻辑来看 大概会舔美舔到yes吧 主张和民进党主流的极端反中 本来就不同 而是希望中美保持友好 希望对手可以包容不同声音 而自己也会包容他 追求动荡的理念 他就是未来的马文军们 一方面用会台的方法 二方面在利用反间谍法威吓 绿营直言中国将以各种手段干预大选 而林沛祥坦言到中国余会 但不谈政治 要选立委该如何踩稳台湾立场 对蓝小鸡而言恐怕就是难题 三十五年开始我们去英台报道